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已經來到10月14日 換言之今個月已經差不多過了一半 但是令人引頸以待的10月驚奇 至今仍然是指紋樓梯響 只不過去到昨晚 日本媒體《產經新聞》旗下的直刊富士 爆了一些非常令人震驚的猛料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直刊富士的這篇報導首先爆料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考慮 要旋風式訪問台灣 並且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趟行程未必會由特朗普本人親自去 可能是由副總統彭斯 或者是國務卿蓬佩奧代行 而美方的這次行動 已經得到了盟國和歐盟的同意 如果這宗消息真是屬實的話 很肯定這宗已經是10月驚奇 內容已經夠震撼性 現在我們一起初步檢視一下 究竟直刊富士的這篇爆料 可信性是有多高呢 以特朗普這麼剛烈的性格 如果真的好像這篇報導所說 他會旋風式訪問台灣 都不是完全不可能 而事實上 特朗普政府在過去這一個月以來 又真的有不少不尋常的蛛絲馬跡 顯露了出來 是有手影可以抓的 比如說在這個月初的時候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就跟了台灣駐美國的代表進餐 這個駐聯大使就說 美方是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 直至今天 美國官方都沒有任何一個官員走出來 否定這位駐聯大使的說法 換言之就是默許他這樣說 再配合 兩三個月之前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徽章 本來寫著中國北京 後來換了以後就只剩下北京兩個字 中國就抹走了 所以 現在突然之間 直刊富士又說特朗普想承認台灣 這些就真是 空月來風 未必無恩 其實直刊富士的這篇爆料 也是引伸了一些問題 比如說 這篇爆料就提到 美國的盟友和歐盟已經同意了美方的行動 究竟這個所謂的同意 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比如說 有些國家可能純粹就是獲得了美國的知會 他們純粹就是不反對美國這樣做 這個也是同意 又或者 有些國家 想吃兩家茶禮 明知美國會這樣做 他們就不反對 但是也不會在這個議題上表態 因為怕捉怒中國 導致 和中國之間的經貿利益會受到損害 又或者有些國家是非常之活躍的 非常之主動的 是會跟隨美國來承認台灣的 三個 都是不同的 程度上的同意 究竟他所說的同意是同意成怎樣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 這篇報道說 特朗普會承認台灣 他承認的究竟是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這又是有區別的 首先 在1971年10月之前 中華民國 還是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後來蔣介石就是 率領中華民國 奮移退出聯合國 他對島內的民眾宣稱的原因 就是所謂的看插不兩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加入聯合國 所以他就說要退出 實情這個都只不過是一種委員的說法 也是為了維持中華民國所謂法統的地位 實際上大家翻查歷史就會知道 當時就算中華民國 不退出聯合國也好 很快就會有一個議案表決 將他趕出聯合國 所以中華民國的代表 就趕在這個議案之前 就宣佈了退出聯合國 起碼就挽留了一點面子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目前中華民國 還有十幾個邦交國 而且是正式建交的 雙方簽署的文件 台灣方面是寫著中華民國 蓋章都是中華民國的玉璽 所以 到底特朗普現在想承認的是哪一個 這一篇報導當中就沒有交代 只不過 無論特朗普是承認哪一個 在中共眼中就沒有任何分別 因為他一旦真的這樣去做的時候 就等同於跟中共抹臉 因為這個嚴重地超越了中共的底線 而且不要說到承認台灣的地位 就算是特朗普 或者是彭斯 蓬佩奧 隨便一個走去 親身訪問台灣 都已經觸碰了中共的紅線 因為上次 國務次卿 克拉奇訪台的時候 他都只不過是 說去調宴 李登輝 都已經 使得大陸方面 激到 生虧 跳 當時 無論是外交部 環球時報 胡錫進 也好 多少人都 彈了出來說 就說 警告美國 不能夠再派遣這些高級官員 以官式身份來訪問台灣 之前就已經有衛生部長 亞澤 接著就有國務次卿 克拉奇 如果 籍罕富士的這篇爆料是熟實的話 就知道是越派越高級 當然對於中共來說就是 接受不了 但是到底中共會有什麼反應呢 就寧作別論 其實 如果籍罕富士這篇爆料是熟實的話 對於特朗普來說 就怎麼都有得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他走去訪台或者承認台灣 就會造成了一個既定事實出來 就會迫使大陸方面來應對 如果大陸方面採取一些反擊行動的時候 就等同於變相幫助特朗普助選 然後就壓垮了拜登的選情 這個很容易理解 是不是 但是 如果大陸方面 是不動聲息的 純粹是口頭上的譴責 那譴責是軟弱無力的 特朗普到時候又可以宣稱 是他取得了外交的勝利 所以無論是哪種情況都好 特朗普他本人也是有得著的 而且還有一件事 就算在這場的總統大選當中 特朗普真是不幸落馬 由拜登上台 他就算把心一橫要推翻特朗普對台灣的承認 過程都是不容易的 直刊富士還有另一單的消息 他們就引述了美國的所謂情報員所說 就說 解放軍就計劃在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的前後 就設定一個叫做X-Day 發起對台灣的強攻 日期就在10月26日至11月5日之間 這個計劃就使得美國 加拿大和日本作出了反應 這三個國家就將會在所謂的X-Day前後 就在台灣和沖繩附近的海域舉行一次聯合軍事演習 日本方面就將會動員接近4萬名的自衛隊員 約20艘戰艦和170架戰機參與 而美國也會動員 接近1萬名的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成員參與 這次軍事演習的假想敵就是很明確 根本上是劍指中國 究竟為這個消息是否熟實 其實就很快會知道 今天也14日 他講到是26日至11月5日之間 總計來說 究竟籍刊富士的這些爆料為可信程度有多高 台灣的中央社就是這樣說 說這個籍刊富士經常的報道都是以八卦和聳動來聞名 美國大選現在都只剩不到一個月 雙方陣營都正在做最後的衝刺 哪有可能有時間訪問台灣呢 實際如果這個說法是留的話 今屆美國大選的所謂10月驚奇 可能就真的沒有什麼驚奇 至於大陸方面對於這宗消息 是作出了反應沒有 暫時我就是未找到有 如果有的話就再跟大家說 最後就說一下 其實特朗普在昨天都說過一些關於電郵門的跟進 那他就已經是責成了蓬佩奧 要在今屆的總統大選之前公佈電郵門的詳情 特朗普就說 一旦所有的內容公佈了之後 就會使得民眾會有一個驚奇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10月驚奇 但是之前公佈了三萬多封的電郵當中 其實值得驚奇的地方都是沒有什麼 因為裏面所寫的內容在過去幾年都已經是 分別有媒體都報導過 沒有什麼新鮮 再加上始終希拉莉今屆就沒有選舉 如果電郵門裏頭的內容 是跟拜登沒有一個強烈的扣連的話 其實就算點驚奇也好 都會打了一個折扣 好了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